全台鬧蛋荒 不過在這個時機 還是有業者為了滿足民眾吃蛋需求 不間斷供應蛋類料理 這也是位在花蓮花岡街上 國具英雄館 從每天早上六點到九點半 供應早餐 一人一百三十元可以吃飽飽 號稱是全花蓮最便宜的吃到飽 菜色除了有稀飯醬菜之外 還有蛋無限量供應 就有客人為了吃蛋來這邊用餐 一頓早餐就吃掉祈禱八顆蛋 但最近確實蛋量供應不穩定 業者只能盡量提供水煮蛋和滷蛋 如果不足的時候 就會拿鴨蛋或是用炒蛋來代替 早餐想吃個荷包蛋越來越不容易 這波淡淡的危機也燒到花蓮早餐店 本來三天叫一次蛋 從一次來三箱到現在只能訂兩箱 不過業者一天用量就用掉一箱 業者暫時取消單點荷包蛋選項 把所有的量用在蛋餅或漢堡類商品上 但如果缺蛋問題更加嚴重 恐怕直接衝擊店家營運 只是之後不知道會怎麼樣 如果再少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做一天休息一天這樣子 因為沒有蛋了 語氣中滿滿無奈 雖然蛋不是萬能 不過沒有蛋卻萬萬不能 業者已經做好了工修的心理準備 TVN新聞高手廖漢花蓮財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咯 咯 中文字幕——YK